好,我们前面有教过你 普克定律,弹力的弹簧的一些特性 也有教过你 弹簧组合的时候 怎么去把它简化,变成简化成一个的等效的弹力长度 OK 但是有时候有些问题类似是这样 假如有一个M在中间 假如没有M在中间 你的K1跟K2直接连在一起,那就是串 但是现在有M在中间 那到底这两个弹簧是算串联还是变联呢 还是不能算说简化呢 也许有些不能再简化了 什么意思 好 那在这里我先 完整的推导证明给你看 我假如没有背这个结果 到底他们串变联我假如不知道 我利用前面所学的 什么所学的 我现在对一个物理这样子,对不对 我假设这个M往右边偏 我现在简化成一个 简化成一个弹簧 原本是这里有个弹簧,这里有个弹簧 然后这两个简化成一个 那我现在假设这个物体 往右边偏 我吃一个DF 吃一个DF 结果呢 这个 拉长了 G2S 然后你 拉长G2S K2怎么样 是不是压缩G2S 是不是 是不是 OK 那整体力量一拉的时候 你拉动的 是不是也是G2S 你所跑动的是G2S 了解一下没有 好 那弹力呢 K1 这个K1的弹簧 它的普克电力 F1K1会等什么 是不是K1的什么 这个G2S 普克电力是不是这样 然后方向向哪边 向左是这样左 我 看弹簧喔 弹簧是不是被拉长在这边呢 所以弹簧被拉长对它会往左 OK 好那现在看K2 K2的弹簧的产力会等多少 肯克电力告诉我会等什么 是不是K2DATA一次 然后向左向右 弹簧被压缩喔 这边也是向左 而且你这个推的力量是不是意思你这个F的力量会跟你 F1 F2的关系是什么 有没有人告诉我 这F的力量 你这个推的F的力量 是不是需要抵消你 K1要拉回来 K2要推回去 对不对 所以你F跟K2的力量会是什么 是不是相加 好 依照这样 你把它带进来 K等掉了是不是他的 会等于这个F1的这个K1 DATA S1 F2是不是K2 S2 是不是 DATA S是不是相同 消掉 所以你就会得到你的K等掉的是什么 是不是K1 加K2 好所以你看到这样 注意点喔 不要被骗喔 不是像这样两个串在一起喔 而是中间有一个物理的时候 还换在这两边的时候 其实它是什么脸 从这里看出来 串联还是并联 要转喔 不要刚刚的 这是什么 真正常是并联 所以以后看到这里就知道他们要是并联 并联是直接相加 所以第一个答案 K1加K2是这样 好 第二题 所以第二题叫会算的喔 我就不用从头一个一个推倒的喔 K1跟K2先做什么 是不是串联 所以K1跟K2先串联 串联怎么算 是不是用岗树的 串联的这种岗树的乡 记得倒回来喔 你这里以后 从整以后就要再把K1倒回来喔 所以会整到是这样 有没有问题 好所以这里 这里K1 这里也K1 结果这两边K1是什么脸 根据第一个已经推倒给你看了喔 是并联 它并联要怎么办 是不是两个乡家 就是两倍 是不是 刚才就是两倍 OK把这刚刚这个结果过来两倍 OK好 第三个小题 一样 KKK 你怎么样 直接是不是 有一种快速想法 是不是这个墙就跟这个墙是同等 一直把墙移过啊 是不是就好像这四个是怎么样 是不是并在一起了 所以意思上是左边两个 这两个先并 然后再跟右边的两个先并 再并 他意思就是其实这四个就是怎么样 是不是一起并的 他一起并年了就相当是怎么样 是不是等于江家嘛 江家是等于四倍 了解意思了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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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